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6月份的飙涨之后 在7月份则是回跌的情形 好 再来大家都在关心 联主会主席鲍尔在今天 在这个Jackson的这个年会发表演说 他也是这个演说 他说呢 美国的经济必须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货币政策紧缩 通货膨胀才能够受到控制 也就是经济成长要放缓了 就业市场也会疲软 家庭和企业需要承受一些痛苦 可能不会是一些痛苦 我看起来可能会好一些痛苦 鲍尔在最新的谈话也被市场认为 联整会仍然还是会激进升息 美国的股市在今天早盘也因此应声重挫 美国的公债殖利率也因此上扬 鲍尔的谈话被市场解读为 Fed的货币政策将会维持鹰派的情形 而鲍尔的谈话一出 美国的S&P500这个指数 在今天早盘 它就由持平迅速翻黑而往下跌了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在鲍尔在今天的年会上的鹰派的演说 暗示Fed要继续往上涨利息 而且将会并且将高利率维持一段时间 来控制痛货膨胀 而且他认为推倒 他并且推倒了市场 认为Fed很快就会反转降息的预测 而且也暗示 9月份这个三马上涨的机会非常高 而且他认为很适当 他说即使通过膨胀恢复到2%的目标 但是Fed当前压倒一切的焦点 就即使消费者和企业可能感受到痛苦 他也是在所不惜 有人就说这是把Fed的成就快乐 建筑在消费大众 在一般民众的痛苦上 不晓得朋友们你同意佛 那么鲍尔他还是重申9月份 Fed会议时决定再一次 大到不寻常的升息幅度可能是适当的 不过他并没有对此作出确定的承诺 则表示9月会议的决策 完全要看后续的数据和最新的展望而定 好 接着我们再看的呢 这是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Moderna 今天宣布要对疫苗的竞争对手 他的competitor 辉瑞 BNT提起告诉 指他们在开发COVID疫苗时 侵犯了莫德纳的专利 莫德纳声明中说 莫德纳认为菲萨和BNT 他们的COVID疫苗侵犯了 莫德纳在2010跟2016年 申请涵盖莫德纳MRNA基础技术的专利 在现在呢 莫德纳已经向美国 马斯兰塞州联邦地区法院 和德国的杜塞道夫地方法院 提起相关的诉讼 索赔的金额目前还没有定案 另外呢 则看到美国也针对中国 扩大了先进半导体技术出口管制之际 美国在晶片软体制造商 这个是Sanopis 新思科技则表示 公司正在把他们的投资和工程师 培训转移到越南去了 中国还是重要市场 但是呢 他说必须要小心应对 在现在的报道 新思科技 它也是主导电子设计自动化 也就是EDA 还有晶片设计软体全球市场的 少数几家美国企业之一 他们公司就宣布要在越南 培训电机工程师 并且向越南捐赠晶片设计中心的 软体许可证 电子设计自动化产业规模 比半导体制造还要小 但是也正成为美国和中国 晶片战争的一个关键展现 好 下边我们把焦点转到欧洲 在欧洲呢 现在因为受到不断飙涨的天然气价格 已经重创了欧洲的化肥液 产能大减了七成 天然气是氨等多数氮肥的最主要原料 而作为氮肥关键原料的天然气价格 近日在欧洲飙上了历史新高 也使得生产氮肥可能会不敷成本 在当地化肥大厂像是巴斯夫和亚拉 都已经开始关闭工厂 在欧洲肥料制造商协会则指出呢 欧洲天然气成本现在是美国的八到十倍 好凄惨啊 好 接着我们看在澳洲 在现在呢 澳洲政府的分析报告说 新冠长期症状已经使得澳洲的经济 在今年损失了三百万个工作日 进而使得澳洲本来已经严重的劳力短缺问题 因此大幅的恶化 澳洲财政部公布的这项报告说 这些长期症状使得澳洲每天没有办法 工作的就业人口维持大约在三万一千人左右 而澳洲财政部长在今天说 澳洲的这个劳动力市场日益 因为COVID和新冠长期症状 现在全面首创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今天我们的五阶新闻 后面见 在这为朋友们编辑播报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稍微休息会吧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 Case shift play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启囉 乐视述为替 NGOs